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用 現在是晚上的時間 因為今天我老婆跟小孩子不在 所以有時間 有辦法難得的可以出去 在晚上的時候出去溜達溜達 那我們現在就出去 一起騎車 去到處晃一下 說晚上有什麼樣好玩的吧 Let's go 自從結婚了之後 回到家裡面 你幾乎都是要陪小孩 然後陪老婆這樣子 那 很難說能夠像以前 下班回家想要出去 閒曠阿 想要去到處騎車到處亂逛阿 在有小孩子之後這一切 真的都沒有了 所以我也想說 這應該也是很多的騎士們 就是 在有了家庭之後 就逐漸的 放棄了說騎車的這件事情這樣子 所以呢 今天能夠 有這樣一個機會 就是我老婆回娘家 然後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裡面 那我也沒有辦法 我能夠做的就是 出來去溜達阿 不然的話 我也是先在家裡面看電視 不知道是做什麼 那不如就是騎車出來晃晃囉 哇靠 看到帥車 Ducati耶 Ducati真是香阿 哇 底牌 這應該是1999吧 12就是199吧 老哥認識一下 這是959 哇 哩哩哩 又在旁邊跑 今天中元節阿 到處都在 拜拜 普渡 但是為什麼拜拜普渡的話 你還要放鞭炮勒 你的放鞭炮是要嚇走好兄弟嗎 冬天節不就是要請好兄弟來吃飯 誒 真的是搞不懂誒 基本上呢 從我上禮拜 知道說我老婆 跟小孩子這裡 今天要回 養家的時候 我開始每天都開始看 氣象預報 就希望說誒那 晚上的時候 可以給我一個好天氣 然後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 騎車這樣子出來 好好的兜風 這樣子到處的亂晃 該不然還騎個 騎個台七椅好了 剛剛沒有在 晚上的時候 騎過台七椅耶 特別是現在 其實還是農曆七月 我老婆還特別交代我說 晚上不要出去騎車 像我想起以前 這時候 超愛夜衝的啊 就晚上 沒有事情的時候 就騎車 出去到處跑 然後去騎山路 我記得以前最瘋狂的一次 是還跟 班上的一群同學 這樣子去 衝阿里山 從 台南 這樣子 直接衝到阿里山 然後騎了 一整晚 然後騎到早上 然後再回到台南 這樣子 晚上的 大西 台七椅 還沒有看過 勒 今天的天氣 感覺確實還蠻不錯的阿 看那氣象預報還說 今天晚上的下雨 機率還蠻高的 看 看 看Gopro死機了 不要走 不要走 看前面兩位騎士大大 不要把我第一個人丟在後面 很黑很可怕 嘻嘻的 嘻嘻的 嘻嘻嘻嘻 哇靠 晚上還來騎腳踏車 抵達萊爾夫了 台七的萊爾夫 看要喝什麼咧 賣小紅茶 好了 看了 看了 接下來要正式進入台七椅啦 一看我的安全帽 碰到綁 那個魚眼打浪桿之後 那腳梗真的變蠻不錯的 ㄟ~~ 你要幹嘛 喔呦 哇 月亮很高高跨勒 晚上的台七里真的 車子的數量真的跟白天真的差超級多的啦 遵守交通規則 真的還蠻黑的 我不知道GoPro的夜拍 是不是有辦法拍得清楚啊 MT-15的夜間的照明度還不錯 還蠻廣的 你媽的 現在台七里有區間測速喔 它不是跟北宜一樣嗎 看還經過區間測速起點 我現在限速只要40公里啊 那我前兩天才接到一張 切換車道沒有打方向燈的罰單 我現在可不想再吃一張 哇 真的完全很黑 好啦 有個路燈 超黑的啦 是說這種能見度你要騎到很快 其實也很困難啊 騎到百級隧道了 突然覺得好像應該要去吃個宵夜 啊 剛才回到市區了 感覺真好啊 啊 剛才終於離開了台七里的 黑默默的山路 這是農曆七山路 真的是有夠可怕的 而且要去哪裡比較好咧 嗯 我想想 想一想 剛度只有2.2 還要去吃個宵夜 那去吃宵夜之前 欸 我到去 看一下我的 R1的進度好了 好久沒有看到我的 R1 覺得有點想念它 現在應該 還在等合格證的消息啊 還沒有收到車行的通知 但是不曉得車行 配件裝了沒 去看一下好了 欸 燈還亮著 他們應該會 嚇到怎麼突然出現 好久喔 嘿 好久喔 對啊 啊 車子狀況怎麼樣 車子的狀況嗎 還沒 就 啊 那個合格陣營都還沒有 消息啊 他就想說 就應該 如果快的話 應該是4週 但可能是 5週五 還滿的話 那就下公司 喔 OK OK 好 太好了 還好 欸 現在只能夠看著它啦 好 OK 不打擾你們了 不會 我只是 騎車順便過來進郭 有 對對對 有在錄嗎 有 等一下 我有在錄啊 有 有 等一下 我有在錄啊 對對對 對對對 我會把你們的臉都剪掉 好好好 好啦 小野到了 所以看起來 下禮拜很有機會可以交車啊 啊 真的期待啊 然後現在去吃點東西吧 好了 小野到了 好 好 點一個 在這邊我通常都點一個 麵線跟一個 關東煮 好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旁邊還有一間 雞排店 順便來點一個雞排 這是最棒的這個宵夜的套餐 不用切嗎 不用切啊 不用切啊 要啦 吃起來就會超級過癮啊 麵線 麵線的這個部分 它是屬於那種 大腸和阿米蘇 對 然後再加上這個麵線 然後還有 香菜 這樣子 那 裡面的料的豐富度呢 我覺得 還OK啦 然後 就這個價位來的才45塊錢 其實你看 它有這麼多的 蚵仔跟它的那個 大腸 然後呢 在 關東煮的這個部分 它其實還有 這個烏鏈 基本的 一定會有的豆 又是烏鏈 然後蘿蔔 咦 明顯 有沒有 還有這個 那 吃這個啦 我覺得 要推薦的就是 要加它的辣椒 它那個辣椒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夠味 加上去的話 那味道有 然後 雞排本身的話 我覺得 它吃起來就是 中規中矩 外皮的部分就是那種 傳統裡面一樣 然後呢 裡面的那個肉 咬起來我覺得 還算蠻多汁的 而且你看 你就在一邊 你就剛買完之後 你就可以在 直接就現吃的這種 炸物啊 其實吃起來 那個味道 大部分都不會太差 但是買回去之後味道 就完全就不一樣 哇 吃的超飽 超多人的啊 小野生 因為這個小這間店 它是24小時的店 所以呢 不管多晚來都可以吃得到 而且它全年無休 還有 那剛吃的 甜不辣 香雞排 其實 我之前還有跟我朋友嘗試 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另外再加點了 隔壁的黑砂糖剉冰 OK這樣吃起來 其實就更是爽上加爽啊 不過同時你也會撐死就是了 那我跟我朋友試了一次之後 就不敢再上市了 那我們今天的機車夜遊分享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那請各位按讚訂閱和分享 那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